Hello,我是Rick 我是Samantha PTS的德約報道員 對了,Rick 我想問一下 平時我們去打WARGAME 都需要一些專屬的降噪耳機 沒錯 但如果沒有這些新手 想便宜地玩 那究竟可以怎樣做呢? 其實現在坊間上 都有很多不同的耳機 還有一些我們簡稱叫蟑螂腳的MANA 就是耳機MANA 掛在頭盔上的MANA 這次我們介紹Unity 分別是MARC和MARC 2.0 這兩個模特兒 其實MARC這個 反而小小的那些 就會是第一代 而這個 突出來的就是第二代 阿肥,我想問一下 MARC和MARC 2.0 究竟有什麼分別? 就是MARC的話 它有三個版本 第一個是M-Lock的版本 即是現在我們手持這個 第二個就是OPS-Gore 第三個就是Team Wendy 而MARC 2.0 只有一個版本 就是這個 沒錯 就是我手持這個 其實這個 它本身裡面的配件 已經跟了OPS-Gore的MANA 以及Team Wendy的螺絲 只要當你安裝上 這兩個品牌的頭盔上面 的時候 用它自己本身 跟來的配件 就已經可以了 但是 如果你要用 下去MTEC的頭盔上面 即是我們公司出的那個 那你就需要另外 自己獨立買一包 用M-Lock的螺絲 再裝上去 這樣才可以用到 哦 可能有很多朋友 都會擔心一個問題 就是 我不知道這些頭盔 可以怎樣配合 或者是否適合 那個位置 其實很簡單 看看自己個人的需要 例如 如果你的頭盔想 是掛電腦或者其他配件 就應該選一個 小一點的Mark 小一點的放進去 會方便一點 因為呢 試試扣下去 對 其實扣完之後 另外 旁邊其實還有很多位置 可以給我們掛配件 沒錯 但是如果Mark 2.0 掛了上去之後 就好像很迫這樣 沒錯 Mark 2.0 它本身的位置 已經是佔了一格半 所以 變相 當你要配其他頭盔的配件 就需要自己 就位 或者去 取捨 就是這樣 嗯 如果我有幾個頭盔 我就可以選回 Mark 2.0 對 因為剛剛 都說過 就是Mark 2.0 其實它自己 都已經有很多 不同的配件 在裡面 所以其實我們不用再壓外 再去買一些配件 去配合我們自己的頭盔 沒錯 對 就是這樣 還有 第二件事 就是其實有很多 人都會覺得 這些 曱甴腳 其實是否有指定的耳機才可以用到 沒錯 它是有的 例如現在我們 比較坊間 比較流行少少的 3N的Pelto 或者 好像現在手上的Earmor 這款 M32 都可以用到 其實它的安裝方法 就比較簡單 就是 我只要拔掉它本身 它跟來的 耳機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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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我們拔掉它原本 跟機的耳機架 對 這樣就可以把它放回頭盔 裡面 沒錯 就可以用到 就好像這樣 這樣 噢 將蟑螂腳 拆到耳機 剛剛脫掉的位置 對 對 這樣拆下去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已經安裝 安裝完成了 因為 最重要的是 方便 簡單 還有快捷 嗯 就是這樣 然後扣上頭盔 就能用到 對 沒錯 那真的挺方便 是啊 另外 其實它還有一款MSA的耳機 當你們想用Unity這隻蟑螂腳 另外也要配上一個小小的Adapter 才可以用得 好啦 今天的介紹就是這樣 對 如果大家聽完阿肥和我的介紹 都還是有些不明白 因為我們未必能說到 你們擁有那款頭盔或者耳機 沒錯 如果你們有任何問題 都可以上我們PTS Steal Shop的官網 或者Facebook IG inbox問我們阿肥店長 它一有空便會立即回覆大家 是這麼多 好啦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記得上我們去官網購買 好啦 是這麼多 拜拜 CLS 記得CLS 不要像阿肥這樣不CLS CLS Bye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